因為他說明天沒有船 所以你幹嘛回事 帶著好心智來到澎湖玩 沒想到還沒玩過癮 颱風攪局假期提前結束 旅客都搭船走了 看在澎湖旅遊業者眼裡 好心酸 見了已經颱風的影響 就取消了 掉了將近差不多八成左右了 中秋連假是 澎湖旅遊旺季的 最後一個連續假期 原本期待可以 好好賺上這一波 結果來到度假村 在時候應該有滿滿旅客 結果卻沒看到幾個人 全因為颱風影響交通 可能會讓無法前來的民眾 選擇退房 今天確定航班的狀況 是不是有前飛 才能夠確定說我們是他狀況 就連租車與遊艇業者 也遭受波及 機車停在店門口排滿一整排 全因為沒有遊客 沒人前來租車遊玩 海上碼頭也是空蕩蕩 不見旅客蹤影 船不來就起銷 都起銷了嗎 都起銷了 也差不多損失七八成吧 因為年輕價值 一定的滿高的 還有颱風的關係 也沒辦法 原本以為靠中秋連假 帶來旅客人潮 沒想到一個莫蘭地颱風 調整時間來搗亂 使得原本就因為路客不來 慘兮兮的澎湖觀光業 現在更是雪上加霜 記得閻玉龍周志平澎湖報導